6月6日 命令与征服重制版解锁 相信老玩家看到当年DOS版安装界面的复刻与那句 应该都感动得不行 可一键切换的4K高清化游戏画面 通过AI修复提升分辨率的过场 改进的UI 包含命令与征服初代和红锦衣的本体 以及全部资料片 恐龙与蚂蚁隐藏官一个不落 Frank Claypocky重新混音的原生 甚至还从仓库里翻出来当年拍摄时的花絮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玩家来说 20刀的售价绝对值了 重制的这帮家伙明显很懂 毕竟是交给由Westwood老将建立的岩石壁画制作的 今天的视频里我就先讲讲Westwood 这个生疑1985年 足于2003年的技术战略类型缔造者的兴衰 这一切得从两个年轻人在赌城的相遇说起 1979年布雷特斯佩里 全家从邻近纽约的康涅迪格州 搬到了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 后来他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学习心理学和建筑学 顺便还自学了编程 毕业后他去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教育软件公司工作 人们来这座城市基本上都是为了赌一把 试试运气 因此维加斯的IT也并不发达 那时全城只有一家IT用品店卖苹果电脑 作为程序员的布雷特经常去那蹭电脑用 并因此认识了在店里当售货员的路易斯卡索尔 当时的路易斯对布雷特非常羡慕 因为靠做游戏为生是他的梦想 这也是个自学编程的游戏爱好者 布雷特来到赌城时才刚毕业 薪水微薄 根本买不起自己的电脑 于是他只能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然后蹭公司的机器 做做自己的项目 攒了八个月的钱 他可算买了自己的电脑 然后跟Apex软件公司签约 开发一款叫做龙之火的游戏 不过问题来了 八十年代初没有民用互联网 更没有电子邮件 因此游戏策划案只能通过纸质材料 递交给甲方看 但是买电脑已经花掉了布雷特所有的积蓄 他已经没钱再买一台打印机了 碰巧的是路易斯家里刚好就有一台珍视打印机 于是拜访路易斯借用打印机就成了日常 他们俩的情谊也因此日益深厚 1985年的夏天 路易斯的父母邀请布雷特一同前往 约赛米帝国家公园避暑 在那里布雷特对路易斯说 你愿意和我一起开一家游戏公司吗 一人出一半的钱 路易斯欣然接受 一开始公司的名称是两人名字的组合 叫做Bralis软件 后来觉得这个名字有些意义不明 于是改成了Westwood Westwood在美国是个常见的地名 很多州都有一个叫这名的地方 而他们俩喜欢没事开车去洛杉矶西边的Westwood 看电影和咖啡什么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坐楼于此 好莱坞也紧挨着这个区 路易斯认为Westwood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娱乐与专业的结合 就这样Westwood联合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车库中诞生了 刚成立的那几年 这家公司依赖于给Apex SSI进行游戏移植过活 他们要做的是将8位游戏移植到 Camedor Amiga和亚达利ST这样的16位平台上 等于是在做加强版 虽然对于路易斯和布雷特来说 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游戏 但在移植这块 Westwood的技术是顶尖的 他们帮SSI制作的技术演示 让其成功获得了TSR的龙语地下城授权 在业内声名远播 让Westwood做移植就等于是品质保证 1987年 Westwood找上EA 让他们投资制作了Westwood的第一款原创作品 火星传奇 放在当时这款CRPG也不算特别出彩 但却是Westwood在原创作品上卖出的第一部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授权作品 比如机甲战士世界观的Battle Tech The Crescent Hawks Inception 以及AD&D规则的Health Farm 时间进入90年代 Westwood的日子依旧不算好过 因为长期以来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知名度有限 发行商给的钱并不多 他们迫切地需要一款能够打响自己名声的作品 以往SSI的金河系列D&D作品都是回合剧 但Westwood想加快游戏的节奏 改成既视制 让战斗更加紧张刺激 SSI同意了 由此诞生了Westwood的首款销量突破10万的作品 《魔眼杀鸡》 而正是这款游戏成功引起了维珍集团的主意 当时的维珍还做游戏发行生意 迫切希望打开美国市场的维珍户余总裁 Martin Alper在玩过《魔眼杀鸡》后 一眼就瞧上了Westwood 不过他也倒没急着收购 刚好他们手上有著名科幻小说《沙丘》的游戏改编权 于是希望Westwood先帮他们开发一部《沙丘》题材游戏 布雷特刚好也是《沙丘》米 自然是当场答应 不过Westwood不知道的是 维珍之前就已经找了一家法国公司 Cryo制作一款《沙丘》题材的冒险解谜游戏 维珍护余的副总 Steven Clark Wilson在读完《沙丘》小说后觉得 游戏的重点应该是针对香料的争夺 一款基于资源获取的策略游戏 是个更好的主意 此时他们计划取消Cryo的冒险解谜版沙丘 所以才找上了Westwood 而且还给了他们个参考的作品 世家MD上的离子战机 你操控一架可以空投单位的战机 但是你不能直接对敌方基地造成伤害 需要你发布命令让小弟去打架 当然Westwood并没有照搬这款MD游戏 在操控方面 他们的灵感源自苹果电脑的图形界面 使用鼠标点选控制单位 而非键盘 其他参考作品还包括《文明》和《上帝也疯狂》 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是一款包含资源采集管理 建筑和单位建造的继续之游戏 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游戏类型 你的基地一开始只有一个建造厂 你首先需要新建电厂才能建造其他建筑 电厂完成后 随后便是香料精炼厂 矿车会自动出去采集香料 并返回转化为可用的金钱 你可以使用这些资金壮大你的军力 后面的Westwood RTS作品也基本延续了这个套路 不过游戏开发了一半的时候 维珍发现Cryo并没有停止冒险解谜版《沙丘》的开发 毕竟他们不想就此放弃 还直接跑去维珍的伦敦总部 乘上了他们的作品 维珍呼吁最后同意发行这款游戏 于是Cryo的《沙丘》被叫做一代 Westwood做的就成了二代 维珍让这两款游戏同在1992年发行 一年不到直接出去做实属罕见 然而两者剧情并无关联 玩法也完全不同 这种发行策略无疑对销量会有些影响 尤其是后发的Westwood 不过当时市面上的战争策略游戏 全是回合制作品 你走一步我走一步 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款 双方同时行动的全新快节奏策略游戏 而且题材还是在北美粉丝不少的《沙丘》 《沙丘》2所获评价颇高 销量虽然相比《魔眼杀鸡》并无多大进步 但也足以让维珍户余满意 然后正式收购了Westwood 从此公司改名为Westwood工作室 不过在被维珍收购后的开始两年里 他们并没有急着推出第二款 与《沙丘》同类型的作品 可以说这帮家伙做的游戏类型还挺杂的 有凯兰迪亚传奇 少年梅林这样的RPG 也有狮子王 地产大亨这样的授权作品 《沙丘》2虽然是RTS类型的开创者 不过缺点不少 比如你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单位发布命令 部队多了点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累 最先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Westwood 而是1994年暴雪的魔兽争霸 《兽与人》 你在这款游戏里可以一次狂选四个单位 而且这还是第一款可以联机的RTS 暴雪的设计师是这么说的 《沙丘》2的设计师是这么说的 我们真的喜欢玩的 我们喜欢聊天 我们只能不能玩的 是玩相当相当的 所以这就是原本的设计设计 去做《兽与人》2的重游戏版本 Westwood自己当然也没有忘记制作 他们的下一款即时战略游戏作品 布雷特并不想一直做授权游戏 开创一个自由品牌当然是最好的 而实际上这个作品在《沙丘2》之后 就已经开始制作 根据1993年的杂志专题文 《沙丘2》使用的引擎名称 就叫做《命令与征服》 第二款RTS游戏作品则暂定名为 《命令与征服》 《石之城堡》 正是个有法师有城堡的奇幻题材RTS 考虑到Westwood之前做的 一大堆龙与地下城RPG 这也没啥好奇怪的 路易斯提到 我们希望游戏中有一种 大家互相争夺的资源 在《沙丘》里自然是香料 但CNC里用什么好呢 他们头脑风暴出来的点子 是来自外星陨石的泰伯利亚矿 题材也从中世纪奇幻 改成了近未来军事冲突 参战双方为代表大国利益的GDI 和泰矿恐怖组织NARD 相比《沙丘2》 本作的进步是巨大的 部队匡选不再有限制 可同时指挥大量部队作战 由于采用了新的载体 光盘 Westwood为了将内容填满不浪费 拍摄了真人过场影片 虽然给人一种廉价B级片的感觉 但也极大的帮助了世界观塑造 Westwood的员工 Joseph Kukum 扮演的NARD熟灵凯恩 成为了命令女征服系列的标志 25年后的重制版发售前 也不忘把它找来拍摄一段广告 如果说《沙丘2》是第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RTS的话 那么命令女征服则让这个类型 为更多玩家所熟知 一开始Westwood也没对这款游戏的销量 抱有太高的期望 有个几万份就不错了 结果实际上卖出去了超过300万份 被盗版的次数则更多 另外Westwood当年和暴雪 也算是棋风对手 泥方唱罢我登场 也正是双方的竞争才助教 RTS在90年代的辉煌 Westwood在命令女征服发售一年后 推出了作为CNC前传的红色警戒 故事发生在西特勒被爱因斯坦 通过时间机器抹除存在的时间线上 二战虽然延后 但终究无法避免 而且参战双方变成了东西方阵营间的对抗 凯恩作为苏联一方的角色 在过场中再度现身 不过后来这个设定 让续作剧情不太好编 在EA接手后 后续的CNC正作和红颈作品 就改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线 红颈在CNC的基础上加强了画面 单位多样性和平衡性也获得了提升 Frankly Parky自《沙丘2》开始就被Westwood做去 不过他最为人熟知的还是红颈的《Hellmarch》 如果说CNC的标志是凯恩 那么红颈的标志就是这首曲子 接下来Westwood要做的当然就是《命令女征服2》和红颈2 不过也别着急 他们从来都不是只靠一个牌子吃饭的公司 从RPG游戏《大地传说》到《营业杀手》 这样的冒险解明游戏 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沙丘2000》 准确来说这游戏并不是Westwood的作品 而是外包给一家英国公司Intelligent Games制作 评价普遍不高 这里就不细说了 而且在《沙丘2000》发售的1998年 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件 母公司维绢集团为了应对巨额亏损 决定把整个游戏部门都卖了 白买部分的Burst和Westwood均被EA收入囊中 当时西幕占据了整个PC游戏市场5%到6%的份额 CNC这个品牌也被评估为极具价值 而且他们还有个4600平米的板工楼 Westwood的收购价格高达1.225亿美元 一起被买位于加州的Burst 改名叫Westwood太平洋 作为分部 EA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上的支持 如此一来 Westwood的开发能力和效率得以大幅提升 EA同意最大限度地给予Westwood的自主权 布雷特也努力让自己的公司文化不受到EA的影响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游戏卖得好 被EA收入囊中后的第二年 Westwood推出了万众期待的CNC续作 泰伯利亚之日 有了EA的资金支持 游戏的过场动画预算大幅提高 不仅找来了不少好莱坞专业演员 CG也像样多了 同时单位的巡录AI也大幅改进 相比一代的像素点阵 二代的画面也进步明显 压着着当年PC有限的机能 游戏的研发早在EA收购前就已经在进行 整个开发过程并不算顺利 作品多次延期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Westwood依旧不务正业的 推出了一款RPG大地传说3 并协助开发了一款坦克驾驶游戏 无畏战车 和一款赛车游戏GT超级名车赛 CNC续作为了敢一拖再拖的发售日 不得不删减了引擎的新特性 部分特性搁到了后来的资料片火焰风暴中 此外二代的bug奇多 直接影响到了游戏的整体评价 尽管如此 泰伯利亚之日还是创下了当时EA游戏的销售记录 首月就卖出150万份 可把EA给高兴坏了 于是他们对Westwood的信心大增 加快了工作室的扩张 泰伯利亚之日上市一年后的2000年 红锦2发售 这款作品主要由Westwood的太平洋团队制作 而不是拉斯维加斯总部 尽管不少美术和音效团队的人 其实基本上在两头跑 对于不少国人来说 这应该是他们最熟悉的一部Westwood的作品 堪称RDRTS游戏巅峰的画质 制作精良的过场动画 UI上也终于给建筑和兵种分了个类 红锦2的剧情基调相比前作 更多了些恶搞戏谑的味道 因为初中那会儿 家里电脑上实在没几款游戏 红锦2本体和资料片游里的复仇 就成了通关次数最多的RTS战役 虽然当年玩红锦2连击 经常会被暴雪清笔 是为完没技术含量的冰海游戏 不过也不妨碍 我和班上维二两个玩红锦的同学 每周跑去连击 来一场基诺夫海 大战多功能步兵车海的对决 玩得开心就好 红锦2的销售速度 并没有泰波利亚之日来的突出 但EA方面依旧表示十分满意 同时拥有两个工作室的Westwood 依旧保持了较高的产出 世纪之交的那两年 他们不仅推出了一款ARPG NOX 红锦2以及资料片游里的复仇 还有Westwood名下的首款 也是唯一一款3D RTS 帝王沙丘之战 这款游戏总体来说 和沙丘2000一样是外包给Intelligent Games开发的 由于多边情数量过少 导致步兵单位拉远后辨识度极低 巡路AI糟糕 系统上缺乏创新 和沙丘2000一样获得的评价不高 与此同时 拉斯维加斯总部还在忙着用自研的3D引擎 制作一款命令与征服世界观的FPS游戏 辩解者 在GDR与Nord对决的战场里扮演一名特种兵 放今天也依旧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游戏本身缺点不少 糟糕的AI和关卡设计 滋水枪一般的打枪手感 唯一的亮点在于多人漠视 你可以扮演CNC1里的各个兵种 架势载具 摧毁对方基地 基地中的各种建筑 从兵营 坦克厂到防御塔一应俱全 摧毁电厂能瘫痪防御塔 炸毁敌方建造厂才能取胜 高级单位和载具需要钛矿才能购买 而你还能去炸毁敌方的矿车 打击对方经济 这种将RTS与FPS相结合的游戏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不过仅有25万份的销量 令EA非常失望 同样是出自总部之手的太空题材网游 Earth and Beyond 是一款自1997年开始就在制作的游戏 这是一款颇具野心的网游作品 超过100个可探索的区域 星球登陆 战斗 贸易 挖矿 打捞 这游戏2002年上线时 自由枪骑兵都还没出呢 也许是理念过于超前 Earth and Beyond又是各种大boss 游戏勉强运营了两年后停服 相比连续搞砸两部作品的总部 太平洋分部的表现在EA看来好得多 分部的负责人Mark Skaggs 趁这个机会向EA索要更大的自由 他不想再受维加斯总部方面的管辖 虽然红颈2大麦的背后少不了来自总部员工的努力 但EA并不关心这些细节 2002年 Westwood太平洋更名为EA太平洋 负责新作 命令与征服将军 不仅之前Westwood付出多年心血 基于辩解者研发的Sage引擎直接拿给他们用了 部分核心员工也被抽调至EA太平洋 布雷特向EA提出了抗议 称此举违背了当初给予充分自主权的承诺 正在将Westwood拆散 正面纲EA的结果就是由他负责的辩解者2被取消 原本的计划中 这款游戏其实是将游里的复仇与命令与征服1的剧情衔接起来的重要作品 EA说取消的原因是担心和Dice的战地1942定位冲突 2003年1月 EA宣布关闭Westwood和EA太平洋 全部并入EA洛杉矶工作室 同时裁撤部分Westwood员工 留下的可以选择搬到洛杉矶的新办公室去 布雷特选择离职 在拉斯维加斯的多数员工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3月31日 Westwood工作室正式关闭 而EA太平洋的命令与征服将军 其实已经在2月上市 作为CNC的第三条世界线 游戏在系统上带来变革的同时 本身素质颇高 然而这也是第一个没有Westwood logo的CNC作品 Westwood解散后 路易斯留在了EA 并成为EA洛杉矶的创意研发副总 好在命令与征服并没有随着Westwood的解散直接入土 路易斯至少在参与了CNC3的研发后才离开EA 摧毁CNC招牌的王八竞技场就是后面的事 布雷特离开Westwood后开了家投资公司 这行他一直干到今天 还有一部分维加斯的老员工 在Westwood正式关闭的第二天就建立了一家新公司 岩石壁画 但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布雷特与路易斯在2015年的TGA颁奖晚会上再度聚首 由包小强颁发给了路易斯和布雷特行业偶像奖 如果没有Westwood 如今的游戏产业会大不相同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处处的东西 我们只能够回到Westwood的游戏 什么它看起来今天 我真的看起来很不同 除了《Dune 2》你没有《Warcraft》 你没有《Age of Empires》 它是不论的 如果《Blizzard》会有任何课程中的写程 你没有《League of Legends》 你没有《Dota》 你一定不会有《Moba》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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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